哈喽宝贝们 对于果实布棺材版这些形容词 真的大家听得太多了 阿迪仙的名府之路 它其实只是一条马路的名字而已 EDP的淡香镜富裕版 这两者呢香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都是木香带有一点点微甜的百合花香 那富裕版呢 它的柳香时间会来得更加久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要柳香时间久的 那我肯定推荐你选这支富裕版的EDP 这支狂恋苦爱 你可以感受到苦爱的药苦 中调其实是以丁香为主 整体的感觉就是清冷的木香 黑面谬斯是清新微甜的果酱香 非常的小清新 寻找蝴蝶的有两个版本 EDT和EDP的 两者都是小白花 晚香芋和橙花 差别就是EDP的留香时间来得更久一点 晕白花的要避雷 这支小偷玫瑰就很勾人 喜欢药杆玫瑰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支 很适合男生来穿的玫瑰花 阿迪仙的无花果又绿又粉 奶香浓厚 留香时间超级久 很适合秋冬 夏天必入的阿尔卑斯空气 拎水深的宝宝要避雷 烦音葬星 非常禁欲系的一支辛辣粉香 真的不太好接受 容易采雷 杨树林的故事是橙花造感 这也造感非常的微弱 还算是比较好接受的橙花 鸡之黑咖啡就是温暖的香草 没有什么咖啡味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哪支香水戳中了你 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拜